Wiii E. 如果你有朋友想通過巍爾斯開這個理髮店 當然是可以的 不過因為巍爾斯的華人住得比較散 不像大城市有唐寧街 威尔斯是没有唐寧街的 所以你的朋友如果来开理发店的话 就不要只想做华人的生意 即是这里本地人的生意都可以做 其实在外地人在这里开理发店都有 例如土耳其理发店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至于由中国人开的理发店当然有 但数量也是少的 主要都是集中在威尔斯三大城市 包括卡丽夫、Swansey和Newport 我在卡丽夫看到也有好几间 不过多数都可以在一些华人聚居的地方 多数都是由内地人经营的 香港的也有 不过就很少很少 其实威尔斯人很容易满足 只要你的朋友手艺好 剪得齐整、企理 其实最重要就是服务 因为威尔斯人很亲切、很友善 他们很喜欢跟他做朋友 只要你跟他相熟 你的态度、有礼貌、服务好 剪得齐整就可以了 他们就会很乐意一再去光顺你 其实做生意 做一手艺 就是靠口碑 你的口碑是好的 其实他们也不会介意 特意过来 再来光顾千头百股 我来说 我们光顾的理发师 或者理发普 就算是清一色 日本地人开 他们的手艺 一般要求不要太高 都可以接受 如果你的朋友说来这里开 那当然在卡列开 比较有生意 因为在现在的情况 就越来越多 香港人会去卡列 正正就是因为BNO的热潮 香港人聚居在卡列会比较多 他们对展发的需求也会增加 当然 人在异乡 看到你是香港发言师 一定是眼前一亮 如果加上你的手艺好的话 生意其实真的不优 另外要补充一点 就是这里的那些所谓发言师 你进去想怎么剪 是由你自己去决定的 就是他们会问你 你想怎么剪 那样 那你来说 你也知道 就是好像我们那些 就是很难去表达的嘛 就是有时候你初到季境 你真的不知道 去怎么表达的 就是很难会剪到你自己 就是想要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又交给 这个本地发言师 代理设计剪 分分钟就剪到鬼马六 所以我相信 如果香港人 看到一个香港人是发言师 他们一定会很开心的 因为沟通上没有问题 也会很容易剪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发言 最初来到比如卡列 不要急于叫你朋友 立刻就要开档 其实可以先试一下水温 可以试一试 就可以上门剪法 你可以在一些网上的社交平台 或者卖广告 告诉人家 你是一个香港专业的理发师 人家可能都会试一试 叫你来剪一剪 如果发觉你剪得是好 或者你的服务是好的话 当然他们会再帮衬 也会介绍你的朋友 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去帮衬 你的受欢迎程度就会增加 那些资金钱 有一定的知名度 才开始想一想自己开不开一间店 另外做上门剪法有一个好处 为什么呢 因为上门剪法 根本没人知道你找到多少 在補税方面就要富有弹性 另外你过来做发言师的话 相信做水电煤就更加方便了 为什么呢 因为水电煤 譬如做水喉不用了 做煤气或者电力的话 你是要专业证书的 但如果你过来做理发的话 你是不需要任何的专业证书 或者是不需要在政府上考多个牌子才做 当然是方便很多 还有理想很多 不过我也要提醒你的朋友 因为在两年前 当这个威尔斯封锁时 那个发言屋 所有的发言屋都是要关门的 亦都是不准 那些发言师是上门和人剪法的 如果你一经发现 就罚钱罚到你傻了 但是随着疫情 现在去到这个地步 在全国禁止的机会 应该是没有的 应该是可以考虑 但是你考虑开放的时候 也要想一想这方面 你自己能够负担得起这个损失 虽然是这么说 可能有风险 但是两年过后 我就看到这个疫情 其实开始缓和 以及已经接近尾声 就是我说英国这边 过来做发言师 其实都很理想 是一个很理想的行业 不过就是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就是你的朋友 要有个心理准备 就是那个收入 必定就不会是 比起你香港那么高 因为你当然 你收费方面 就不能收到天价那么高 就是所谓街坊价 其实如果你的朋友 一直慢慢做下去 可以说叫做长做长有 亦都不担心生活 应该是这样